现在我只能说军方跟习的矛盾很大 这个在菲律宾那个坐摊军舰的事件上 我已经跟大家讲过了 就很多时候 但是习是逼着军方要干很多事的 军方自己的内部的阻力很大 都觉得干不了 所以现在呢 因为习还兼任了中央军委主席 所以只能说传递的中央军委 内部的学习文件指导文件 是这个意思 对吧 对台湾 但是实际上真正能打 我个人觉得是屁都不行 因为武器装备太烂 中国的武器装备除了吃牛逼 就国家就这样 哪个领域 就是你们好好想想 中国哪个领域除了吃牛逼 还行 是生物型啊 化学型啊 数学型啊 物理型啊 基础科学哪个领域行啊 对哪个领域都不行 都跟狗屎一样搞 但是就会吹牛逼 我们看看芯片 中国吹牛逼芯片出了多久了 按我们中国从一年一年 倒下来到现在 对我们芯片早就应该 最起码我们别说 就是28纳米 我们应该随便就能产了吧 14纳米应该做做也能出来了吧 实际上你看看啥结果 就会吹牛逼 中国其实死在心态问题 中国为什么不能跟台湾打仗啊 不能跟美国打仗啊 有心态没有用 你得有真本事 你没有真本事就是扯淡的事 就跟中国的电动汽车市一样 没有真本事 底盘不行 很多东西都不行 都是样子货 你吹牛逼可以利用爱国的心态 在海外搁一波 所谓中国海外小粉红的这些韭菜 可以 但是你真的这个车到应用的时候 就出问题了 你看看现在比亚迪 你现在投诉量 比亚迪投诉量 全中国排行第一比亚迪的投诉量 在网上去看一下 对呀 比亚迪出场的车有多操 那车门的铰链连砂纸都不磨平 做完了手里都拉手 所以在中国都是这样 中国跟俄罗斯都是一样的 都是这种特别操的国家 就是能用能使就行 不装使 问大家一个小常识 不知道没有人知道 全世界 中国这一点是学美国 全世界的军舰 咱不说外装啊 外装这个防腐啊 防袖啊 防辐射等等材料 所有军舰的甲板 都是什么颜色 哎呀 灰色 灰黑色等等啊 灰银色 对都是 那你们有没有知道 全世界有一个国家的军舰的甲板 跟所有国家都不一样 告诉大家 俄罗斯 俄罗斯军舰的甲板是什么颜色 是红色 对俄罗斯军舰的甲板 为什么是红色 有人知道吗 对 红色的油漆含了什么材料 回去一查就知道了 所以红色是防袖漆 所有的军舰里面 都有一层是红色防袖漆 俄罗斯军舰的红色就是防袖漆 搁在这 但是因为红色比较耀眼 咱们都知道比较容易被天的飞机一下就看到 红色 而且红色这个油漆是防袖的 它没有防滑涂层 没有很多这个飞机人员跑步的时候 这种防滑和橡胶保护涂层 所以其他国家都会在红色油漆上面再涂 包括中国军舰 以便于真正战事都有用 俄罗斯人涂便宜 没钱 涂完了红色油漆 就不涂了 俄罗斯最有意思 就是全世界就俄罗斯的军舰就这样 所以要多来有多来 中国的汽车跟俄罗斯很像 现在电动汽车 要多来有多来 细节没法看 真的没法看 中国对家和什么出口实行管制 就那个元素是吧 就最近做这个元素出口管制事是吧 这个只是正常那个规范 媒体过度解读了 有人说为啥 中国敢吗 中国敢限制吗 凭空你限制你疯了 哎呀 这要是这个东西元素全世界都需要 中国最大出口国 对 那你们知不知道 中国需要全世界的有多少 如果全世界不进口给中国大豆种子 不进口给中国种株等等 你们知不知道中国老百姓 现在连除了吃主食吃饱 现在连基本饭的花样 菜的花样 肉的花样都没有啊 人家你现在敢断绝人家的东西 你知道不知道人家断绝你 人家还是生产高精尖武器 中国就只能让人活着 我们现在对全世界依赖性太强大了 东西都是依赖进口 所以中国哪改呀 对 这不是出口管制我给你讲了吗 它不叫 它只是要按正常登记 走正常的手续以后 中国还会出口 只是用来恶心你一下 恶心你一下 听得明白了吗 但是呢 因为什么 因为老美老恶心中国 他老恶心啊 这次人家要访台 不是访华 美国的 他没访华呢 怎么办呀 美国已经开始公告 所有在中国的美国公民注意了 要有问题了 对吧 人家公告人恶心你啊 所以中国也等于最多是恶心恶心人家 不会真的去上什么的 真的要敢去动手 中国崩的比国外快多了 中国现在什么衣食住行 什么都得靠西方 不开玩笑啊 中国自己啥都缠不了 啥都缠不了 你有钱就留在国内读博呗 你有钱愿意在国内干嘛 干嘛 读博没问题 读博不用花钱 不用那个上课呢 对吧 在国外很多地方 我这边一帮朋友都在读博 不管是常经能的还是牛精剑桥的读博 我才知道他们读博我才知道 合着读博最牛逼 读博不用考试 读博是最牛逼的 普通的本科硕士 你还得考试 博士合着不考试 到时就能拿一个证书 考工好啊 考公务员比考研好多了 只要你能考上 考研出来 你继续待业 考研的失业率比考工还高 迪拜和泰国 我刚才讲过了 你直接迪拜是能去的 抬头就能去 对吧 泰国你可能要办个签证 所以方便程度迪拜比泰国要好 其他东西看你自己喜好 我跟大家说最底层的 什么按摩呀 什么厨师啊 就这些东西 到哪全世界都会需要中国的 中国的 你到了迪拜 你在那考个驾照 你说我在香港考驾照 迪拜就能用 都没问题 你就可以开车 只要你愿意 你就可以开车 可以搞搞运输啊 都可以 行快了就都行 很多人在那边 就买个车 接中国的旅行团 或者去玩人 给人家坐包车 然后四处乱转悠 都可以轻易的养活自己 嘎腰子 亚洲都多多少少 有自己比较的 亚洲其实最稳定 最好的国家 就是日本 韩国 新加坡 这些国家 这些国家最起码安全 没有嘎腰子 其他的很多国家 还是有自己的不安全 为什么经济不好 还有投资 雄安新区 为什么人民币这么差了 还要搞人民币国际化 为什么中国要全民创业 为什么要搞P2P 对啊 为什么自己要 那个那个 搞特色小镇 因为这些东西 能让我们伟大领袖 觉得他很光辉 觉得他有政绩 觉得他高专援助 有大思路 能带领中国人 走向幸福 就这么简单 所以呢 伟大领袖呢 心比天高 命比纸薄 没知识 没文化 小学水平 估计还都夸了他了 眼光俱短浅 然后这么吹牛逼 就是你们家一个五岁的孩子 你们家五岁孩子 拍脑吹牛逼 哎呀 我想一特牛逼的招 就这么干嘛 你想他五岁 他的认知到什么程度 你怎么能说服他呢 你说服不了他 他认知就那么傻逼 所以呢 他觉得很牛逼 你根本拦不住他 他现在就这状态 比五岁强不了太多 就这么一个状态 吹牛逼 然后到处立项目 到处立项目 他的财都不能叫输了 您知大财 输还输 我说他小学可能都高 对吧 都输 美元放手里 现钞放手里 可以 你现钞放手里 哪天你去银行转转 过段时间去银行门口转转 给人家那个叫什么切会的 你到时候换点人民币也可以呢 还能挣点钱呢 这个是 到了迪拜 如果愿意的话 特别便宜 在国内就可以找人 特别便宜 办个工签 工作签证 甭管那是一年一签 两年一签的 干嘛呢 拿了工签就可以在迪拜 开银行卡了 银行账户 这个特别重要 在国外开了银行账户 你就可以正常走钱了 你的钱数没有到一定规模之前 没有人去管你 比如说你就是几千美元 什么进出 这个都没有人去管你的 知道吧 工签 而你有了工作签证以后 你再回国 什么时候想去迪拜 这个就踏实了 就到迪拜也好 到泰国也好 到其他国家也好 去的国家最重要的是 要在国内确认好了 你去了以后 能不能办工签 工作签证 迪拜是无数的机构 帮你特别便宜的办工签 就可以办下来 办工作签证 知道吧 办工签 好吧 个人不需要在国外很多地方活着 不需要个人 就需要你努力做事就行 所以很多人会走线偷渡出去 所以记住了办工签 在哪里办工签 去中国互联网查一下 办迪拜工签的中介机构 然后一个一个打电话 在网上看看这些机构的评价 或者在小红书输入迪拜工签 这几个字 都能找到 我给大家不是百度啊 就是自媒体 明白了吧 自己查 机构我不推荐 然后自己多问一下 办工签很便宜 工作签证 那么在法律上呢 就相当于你在迪拜 有一份工作 这个工作呢 可能你经常会回国 但是因为你在迪拜 是正式工作的 所以你什么时候想回迪拜 出境 没人能拦你 有了这个工签 就没人能拦你 随时就可以走 然后在迪拜 就可以拿着这张工签 电话卡也好 银行卡也好 当地居住的所有手续 包括什么医疗 你办法都可以去 有保障了 就这个工作签证 工签 价格差距比较大 大家都问一下 这个价格的差距 当然了 你办出去这张工签 如果你想的长远点 你说我将来要去美国 要去英国 那这个工签的工作 你就要选好了 比如说你办出去工签 上面写的是什么 写的是这个叫 叫打扫卫生的 写就是我就举例啊 写的是打扫卫生的 那你想你打扫卫生的 你才能挣多少钱呀 那你办了这个工签 拿着一个打扫卫生的 你将来想去美国办签证的时候 可能你的收入就会 不那么高 对吧 啊 银行的存款多了 人家还会问你 哪来这么多钱 但如果你办的这个 工签 断代潮 如果是大家一起断的 你就断呗 往看看政府太多 政府的太多代 然后呢 如果你办工签的时候 办的工作 比如说叫做什么销售 Sales 这就没事 因为销售挣多少钱 都是合理的 为了迪拜做跳板 往其他地方走 知道吧 为了迪拜做跳板 往其他地方走 迪拜 不是迪拜 给中介 多问几个中介 就OK了 好吧 多问几个中介 就OK了 啊 那就这样 谢谢大家 谢谢啊 今天咱们就是脱口秀 结束 听贾老师瞎嗶嗶 脱口秀结束 大家好好睡觉 谢谢大家 看车 咱们就是脱口秀